二雲一次不等式的這個圖解 那這個判斷這個圖解呢很重要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小重量 他說直線呢這個LX加BY加C等於0 這個直線L呢會把平面呢分割成這個兩個半平面 那當不等號是大於或小於的時候呢 這圖解呢就不含這個直線L 用虛線來表示 好,那現在假設呢 我們這個直線LX加BY加C等於0 我們現在呢一律假設A大於0 那如果A小於0的話呢 你就一向讓它使得這個A大於0 再來用我們這一個判斷的方法來判斷 好,那我們說呢 這個AX加BY加C大於等於0的圖形呢 是直線L還有它的右側半平面 好,那如果這個是直線AX加BY加C呢小於等於0 那它的圖形就是呢 直線L及其左側半平面 好,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例子 就是2X加3Y-6大於等於0 好,有等號那這一條線呢 就是會實現 好,會實現 好,那現在是大於等於0 所以就包含這一條線的這個右側 所以這個叫做右側半平面 好,這個右側半平面呢 就是2X加3Y-6大於等於0的這個圖形 好,那我們再來看看 如果是2X-3Y-6小於0 那小於0現在沒有等號 所以你畫出來這個直線呢 用續線來表示 好,小於0呢 表示這個直線的左側半平面不含直線 好,那以上呢 是第一個小重點的講解 好,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呢 第三個小重點 如果呢 現在這個直線L呢 它是一個水平線 它是一個水平線 就是說它是平行X軸的這個直線 那它的方程是呢 叫Y等於K這個樣子 那則呢 這個Y大於等於K的話呢 這圖形就是這個啊 含直線L 而且呢 包含它上方的半平面 好,比如說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一條 這一條直線方程式呢 其實是Y等於-1 好 那Y大於等於-1的這個圖形 就是含這一條線的上方半平面 好 這是第一個小重點 再來我們來看看 如果是Y小於等於K的圖形 那就包含直線L 還有它的下方半平面 好 那這一條呢 直線呢 是Y等於2 好 那現在我們要找Y小於2的半平面 因為沒有等號 所以用虛線 小於的話就是下方半平面 好 那不包含這一條直線Y等於2 好 這是啊 第三個小重點的講解 接著我們來看 第四個小重點 好 他說直線L呢 是X等於K 這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直線方程式 好 那它的圖形呢 就是垂直X軸的直線 好 那他說折呢 這個X大於等於K的圖形 是直線L 還有它右方半平面 好 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條直線呢 就是X等於2 好 那現在我們要找X大於等於2的這個呢 圖形 好 那有等號就包含這一條直線 我們用死線 那大於2的話 就是2右邊的這個半平面 好 所以包含這一條直線的右方半平面呢 就是X大於等於2的圖形 好 那同理我們來看 如果X小於等於K的這個圖形呢 是直線L即其左方半平面 好 假設呢 我們現在要找X小於-1的這個半平面的圖解 那這一條直線是X等於-1 那因為這邊沒有等號 所以我們用虛線好小於 小於就是在-1的左側 所以這個左方半平面 不包含這一條直線 我們用虛線表示呢 就是X小於-1的這個圖解 好 以上呢 是這一個重點的講解 接著呢 我們來看第五個小重點 好 那現在如果是一個2元一次呢 連力不等式的這個圖解呢 要怎麼畫呢 好 那我們說呢 兩個或兩個以上的2元一次呢 不等式並列 好 就是底下長這個樣子的並列 那它的圖呢 應該要怎麼畫呢 好 那我們在畫的時候 就是分別把第一個圖畫出來 第二個的圖畫出來 然後我們取交集的部分 就是共同的部分 那就會是這一個呢 二元一次連力不等式的這個圖解 好 那我們按照前面的概念來看看 我們先把直線畫出來 好 那這一條直線呢 這一條直線呢 是x-y-1等於0 好 那我們現在要找大於等於0 表示要含這一條直線 還有它的這個右側半平面 大於的話是右側 好 我們先畫這樣 好 右側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畫這一個半平面 好 那這一條直線呢 那這一條直線呢 是x加y-3等於0 好 那現在它要小於等於0 小於等於0 表示含這一條直線 還有它的左側半平面 左側半平面 好 那現在呢 這個重疊區域呢 就是我們要的既滿足 第一個也滿足第二個不等式的 那就是這個連立不等式的圖解 就是重疊區域 OK 好 以上呢 是這個呢 重點1的講解 接著我們來看老師講解1 他要我們呢 用這個 二隱於四連立不等式呢 把這個 右邊這個灰色的圖形呢 表示出來 好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 好 這個灰色的圖形呢 在y等於1這一條直線的上方 好 那因為是實線 所以呢 我們就要用y大於等於1來表示 好 接著呢 我們再來看看 他呢 是在x加y-4等於0 這一條線的左手邊 那是實線 左手邊呢 這個左側半平面 含這個直線呢 我們就要這樣寫 x加y-4 然後呢 小於等於0 好 那接著呢 他又在這一條直線 2x-y加1等於0的 右側半平面 好 所以呢 我們這一條線的 右側半平面含這一條線 我們就要用2x-y加1 大於等於0來表示 好 那最後呢 我們把這三個條件寫在一起 就是我們要求的這個呢 二元也是連立不等式 然後用來表示呢 然後用來表示呢 這一個啊 灰色區域的圖形 好 以上呢 是這一題的講解 接著我們來看老師講解2 他說呢 要我們把底下這四個呢 不等式呢 不等式呢 這個啊 連立不等式呢 把它圖形畫出來 而且呢 要把它圍成的面積呢 圍成區域的面積給算出來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那x大於等於0 那就在右側 y大於等於0 再上側 所以這個 很明顯的 從這兩個條件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 它是落在第一項線 好 那接著我們來把2x加y等於40的這一條直線給畫出來 好 那x等於0的時候呢 好 x等於0我們得到y等於40這一個點 那y等於0的時候 我們得到x等於20這一個點 好 那我們把這兩點連接起來 就可以找到這條直線 好 同樣的呢 2x加3y等於60這條直線 我們先把它畫出來 x等於0 y等於20 那y等於0 x等於30 好 所以我們分別用直線呢 把這 這個 0 40 還有20 0連接起來 那就是啊 這條直線 好 那020跟30 0 這裡就是30 把它連接起來 好 好 那這個1510呢 其實就是這一個呢 好 2x加y等於40 還有這個 2x加3y呢 等於60 解連例的 比如說我們這個是第一次 這個是第二次 2減掉1 2y等於20 所以我們得到y等於10 好 所以呢 我們就得到這個 焦點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每一個頂點呢 就是啊 四個頂點就是這樣 好 那這個四邊形的面積呢 是不是就是這個三角形的面積 加上面這個三角形的面積 加底下這個四邊形的面積 好 那這三角形的面積呢 就二分之一的這個底呢 好 現在這個是15 高呢 就是10 好 那提醒面積呢 就是上底15加下底20 乘以高是10 除以2 好 最後呢 我們得到呢 是等於250 好 以上呢 是這一題的講解 好 那 除以4 是 有 好好 這 有